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到我的频道 在过去的一百多年当中呢 有这样一种油成为了家家户户最主要的烹饪用油 很多人的饮食当中至少20%的热量都来自这种油 甚至有一些老人家 他们饮食当中全部的脂肪都来自这种油 在我的频道当中问的最多的评论也是 如果不用这种油我要怎么炒菜呢 这种油就是精炼种子油 包括且不限于大豆油 葵花籽油 芥花油 棉花籽油 葡萄籽油 花生油 玉米油 菜籽油 红花籽油 还有米糠油 这些油是不是你的家人每天都在用的呢 但是我今天要告诉大家 这种油非常有害 可能已经在严重的损害你的健康 沙拉没问题 大家好 我是沙拉 我是生酮饮食的实践者 在低碳生酮饮食和间歇性断食探索的路上 会跟大家分享我找到的一些健康小知识 如果大家喜欢 记得订阅 也记得推荐给你的亲朋好友哦 今天这个标题出来 相信一定有很多人会说我在华中取宠 在标题党 但其实并不是 如果大家能够有耐心把这条视频听完 你就会知道 这种精炼种自由究竟给我们带来了多大的危害 什么是精炼种自由 我们刚刚已经列举了 几乎可以囊括市面上 或者说很多人家里用的所有油类 但是千万不要跟我说 自古以来我们家就是用这种油炒菜的 因为其实精炼种自由的历史不过一百多年 在人类的历史长河当中 它是非常非常非常小的一个瞬间而已 1900年以前 全世界绝大部分人都是用动物油脂来做菜来烹调的 我们会把肥肉炼成猪油 用猪油来炒菜 那甚至呢会用猪油来制作肥皂 在1900年左右 保洁公司的科研人员就发现 把棉花籽里面的油通过氢化的方式 也可以产生类似的油脂 而这种脂肪呢 不仅可以用来制作肥皂 还能用来烹饪 同时在差不多的时间啊 人们也发现了菜籽油 虽然菜籽油一开始并不是用来吃的 而是作为一种工业润滑剂来使用的 但是因为这些种子油的成本真的非常的便宜 慢慢的有越来越多的人都开始使用种子油 包括菜籽油 芥花籽油 大豆油 玉米油 这些油开始成为千家万户的主要烹饪用油了 那么大家想一想啊 我们平时在超市买到的这些种子油 看起来都非常的清澈 而且跟其他的油相比 他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优点就是 像我现在会经常使用椰子油 黄油 或者是橄榄油 那他们本身呢都会有一些特殊的 也就是原本的味道 那有一些人就会觉得 黄油炒白菜吃起来好诡异 那那些油因为没有什么味道 大家都用它来炒菜 但是你有没有想过 它为什么能够做到没什么味道 我们想象一下 假如说你今天拿着一把橄榄 想要榨油 那橄榄能够做到什么 就是你把橄榄抓在手里这样挤 就可以把里面的油脂挤出来 那想象一下 今天我给你拿一把玉米 你要怎么样把玉米里面的油挤出来呢 显然用手是很难做到的 精炼种子又有一整套复杂的加工流程 首先呢你要去收集这些种子 那这些种子里面的脂肪是没那么容易体炼出来的 那你要经过什么高温的加工 要通过烘烤把这个脂肪炸出来 那为了提升产量 厂家会用进出法 也就是用一些化学的溶剂来浸泡这些种子 那把里面的油脂提取出来 也就是到这儿为止 我们的可怜的种子们已经经过了高温加热 又经过了化学试剂的浸泡 那还没有结束 为了让它们能够做到无色无味 首先要用除臭剂 把它原本的那个味道除去 另外呢还要用一些化学品来改善它们的颜色 那这中间问题也就随之而来 精炼种子有的危害有很多 但主要呢 第一个就是种子 它们本身其实是含有非常多的 Omega 6脂肪酸 一定要强调 Omega 6和Omega 3脂肪酸 是人体都需要的没错 但是它们之间需要有一个平衡 我们追求的理想比例是1比1 但是在很多种子油当中 都是大量存在Omega 6 这个比例甚至可以达到700比1 长期的Omega 6过高 会导致一个问题就是炎症 而炎症会引发很多现代的慢性疾病 包括且不限于癌症和心脑血管疾病 糖尿病还有各式各样的自体免疫性疾病 所以Omega 6含量过高 这其实是你完全没办法避免的种子的原罪 但是这还没有结束哦 在上世纪90年代 麦当劳甚至发了这样一个声明 说我们以前都是用牛油炸薯条的 那从今年开始我们全部都改成用植物油 也就是精炼种子油来炸薯条了 为什么 因为这些油脂含有大量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当时的人们害怕饱和脂肪 害怕饱和脂肪提高胆固醇 这些已经完全都被证伪了 为了让自己的食品当中 不要含有那么多饱和脂肪 为了这个营养标签看起来好看一点 很多厂家都会使用这些种子油 那么大量的多元不饱和脂肪酸 会带来一个什么问题 多元不饱和脂肪酸是非常不稳定的 跟饱和脂肪酸 还有单一不饱和脂肪酸相比 它们是更容易被氧化 只要遇到光 遇到热 遇到氧气 它们马上就被氧化了 那很有可能生成自由基 也就是给身体带来自由基损害 而自由基损害是现代人面临的一个最大的问题 我们都知道 我们不要抽烟 不要喝酒 不要暴露在辐射之下 不要暴露在有害环境之下 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 以上的这些行为会带来自由基损害 你现在每天在吃的精炼种子油 事实上也会带来自由基损害 自由基损害会给身体带来一系列疾病 包括白内障 动脉周样硬化 还有肿瘤 癌症 糖尿病 还有一系列的胃肠道炎症 皮肤老化 骨质疏松 阿尔茨海默症和其他的精神系统疾病 那为了避免生成自由基 这些精炼种子油是不能用于高温烹饪的 有人说那我自己不拿它高温烹饪 我拿它比如说用来凉拌不就没事了吗 如果你还记得在刚刚讲到精炼种子油 整个精炼的过程的时候 其实它已经经过高温了 它已经经过有害化学添加剂的浸泡了 所以你如果在家里再去烹饪 是雪上加霜 会带来更多的自由基 那另外 这些有害的添加剂和高温 还会让种子油生成 第三个也是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反噬脂肪 如果你去看精炼种子油的标签 会觉得很有意思 它的反噬脂肪 反噬脂肪这里可能写的是零 但是在原材料这里 你会看到反噬脂肪的身影 这是因为每份含量 如果小于0.5克的话 你是可以不用把反噬脂肪标出来 或者是直接标零的 但是一份精炼种子油 可能就是一勺这么多 我们炒菜能用多少 可能是一汤匙 可能是一茶匙 那这样一份里面 如果就已经含有0.5克的反噬脂肪 其实也是非常多的数量 而且反噬脂肪 有一点其实都不好 有研究显示 只要你的饮食当中增加2%的反噬脂肪 患上心脏病的风险就翻倍 而且也很容易罹患老年痴呆症 如果说以上三点还没有把你说服的话 在使用精炼种子油的时候 很多商家会做的一件事就是反复加热 比如说你去买一份炸薯条 你去买一份炸油条 我相信这里面的油 不会只为给你炸一根油条 就更换一次吧 那当你在反复加热的时候 你会生成更多的自由基 会生成更多的反噬脂肪 但是让人无奈的是 几乎现在出去所有的餐厅 用的都是精炼种子油 那究竟我们自己在家 要用什么油 首先啊就是高温烹调 高温烹调要用的油 有一个简单的判断标准 就是在室温之下 要是固体的 在室温之下是固体 说明这种油的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 饱和脂肪是最稳定的一种脂肪 它是最不容易被氧化 最不容易生成自由基的 所以它是唯一可以用作高温烹饪的 椰子油黄油棕榈油 还有各式各样的动物油脂 比如说猪油牛油鸭油羊油 都很适合用来高温烹饪 千万不要跟我说 我生活在比如说泰国 我们的椰子油都是液体的 我说的是室温啊 差不多在20到22摄氏度左右 如果你是低温烹饪 或者是凉拌的话 可以选择什么油类 你可以选择单一不饱和脂肪酸 更多的油类 也就是在室温之下是液体 但是单一不饱和脂肪酸 没有那么容易被氧化 橄榄油牛油果油棕榈油 还有山茶油 都是可以选择的油类 以上呢就是今天视频的全部内容 希望今天的数据和资料 对大家有用 我也会把参考文献放到下面的描述栏里 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拜拜